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HELTS最近在搞活动 你买beauty类的产品 买满250磅 它就会送你一个价值250磅的beauty gift 我今天去店里 帮别人带那个护肤品 所以就是凑齐了一个250 凑齐了一个250 然后就拿了一个换了一个礼包嘛 我对这次的礼包真超感兴趣的 就一开始看的时候嘛 因为我觉得我看了一圈 它里面有的东西 其实我都还蛮感兴趣 而且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不想尝试的牌子 然后也没有 就是大概只有一样 是一副假睫毛 我不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我不会带假睫毛 而且它是那种 应该是欧美款那种 很可怕的浓密度和欠厂度 所以我没有兴趣 别的东西我都是 要不就是我现在有在用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我想试的 要不然就是我觉得 我还蛮感兴趣的牌子 或者就是牌子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它送的可能是什么 护手霜或者身体类之类的 也不会影响我想要试它的心情 因为你们懂得 护肤品你有可能会担心 过敏啊之类的嘛 但是如果是这种 洗护类啦之类的 你就就没有这个困扰嘛 所以我觉得就还不错 而且它就是送的牌子 送的产品的牌子都还蛮贵的 就我就是小农思想 早安言之我今天就换到一个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装在一个这样子的 购物袋里面的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购物袋的形状 但是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俗艳的艳粉色 里面有一个这种小的袋 好 但是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东西 东西我已经都摊开了 然后我一样一样 讲给大家听 应该是17样我记得 但是如果你从网上买的话 应该是16样 而且好像会有东西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有那个朋友 已经收到了嘛 他对比了一下 就是网上你收到会多一个精华 精华是那个 Shisado的新透白的精华的中药 是好什么 好像是 然后如果你是店里拿到的话 就是是有一个指甲油和一个香水的小样 但是没有新透白精华 其实我觉得网上买比较划算 我比较想要精华 对 因为香水和旨在药其实不是很重要啊 就是你也可以不试就不试啊 对吧 好 我们就开始吧 他还给我了一份那个 就是介绍吧 应该是目录这样子 就是告诉我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好 我觉得一样一样拿给你们看 先说那个一开始最吸引我的东西 就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是一瓶那个SK-II的神仙水 30毫升 这个我真的是第一眼就吸引到我了 因为我 就即将回国的人 就是太合适了 这个时间段 我就会把它带回去 然后我就不会带我现在在用的那瓶大的 因为我现在在用330毫升的 超麻烦 我本来打算去买分装品 把它分装之后带回国的 现在我就可以带这个 我觉得这个光这个就很值了 对我来说啊 接下来是另外一样 也很值得东西 这是个EFLOM的卸妆膏 这个还不错吧 然后有一个那个卸妆的毛巾 30毫升 这个我其实以前用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它卸得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但是我用的时候不会每天 就是但凡化妆一定用 我大概会保持频率在一个月用一到两次 因为我觉得我皮肤比较薄嘛 其实我觉得它这么复杂的一个步骤嘛 我总觉得它卸完妆之后有轻微去角质的功能 以至于我其实如果你连着用 可能连着两三天都在用的话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刺激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哦 就是但是它卸的还是很干净的啦 好接下来 接下来是一个我也很喜欢的东西 是那个 我从来没买过 DipTick的香薰蜡烛 味道是那个 晚香芋那个味道 是它家蛮出名的一个味道 我从来没买过它家蜡烛 是一个旅行装 这样子的 超可爱 但是很香这个味道 就是花香味 这个蜡烛是70克的 我现在不会烧的 因为我现在住宿舍嘛 总担心 会产生一些什么隐患 所以我现在不会烧 好 然后是那个 一个Revive的眼霜 这个牌子 看得出 我每次凑近哦 就跟弱智一样 看得出 这个牌子呢 我其实还蛮有好感的 因为我之前看别的博主做视频嘛 就说介绍它在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更新的那个系列嘛 就是绿色瓶子的那套 就是什么日霜晚霜精华啦 然后就是调整好了 它整个皮肤的状态 它本来是个痘 就是长痘长得很疯狂的阶段 然后用了那一整套 就是痘的全部都消下去了 就是听了那个之后 导致我对这个牌子非常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先从眼霜试起来 因为其实它家 也不是很便宜啦 对 好 接下来是一个那个 Mac Cheekups的 睫毛膏 这个也很方便 我会带回国用的 我本身不是特别特别在乎 睫毛膏的人 我就是基本上出门的话 就是夹个 睫毛夹翘我就会出门了 所以说 我不经常试各种各样的睫毛膏的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还蛮有新意的 因为我真的不太买睫毛膏了 好 然后是一个这个牌子 这牌子是那个 Sensei 是怎么念吗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其实 好像是加纳宝旗下的吧 但是它是高端性应该 就是专轨也挺少的 我们这边不多 好像我现在只见到过两个吧 Selfish和那个Haralds各有一个 嗯 对 它送了一个 SPF25的日霜 可以用一下看看 然后 容量是那个 多少 8毫升 对 接下来是那个 Cicely Cicely的一个精华 我觉得应该是精华 它上面也没有写得很清楚啦 但我觉得它是精华 嗯 10毫升 对 好 然后是那个 Kios的一个洗头膏 就是它家那款 嗯 有含椰子油的那一款嘛 嗯 我从来没有用过它家的洗头膏 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推荐 所以我想说我正好可以试一下 嗯 65毫升 还挺多的吧 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因为我可能回国之后会出去旅游 可以正好带出去用用看 我觉得足够了 接下来是一个身体磨砂 这个牌子我捏不来 但是我知道中文好像是叫什么 思岩利啊 是个法国的牌子吧 好像是个药妆牌子 一个身体磨砂 嗯 50毫升 挺多的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的 就是在所有的送的东西里面 我觉得最没用的 就是假睫毛 它真的是欧美人用的款吧 超级长 怎么用啊 你看效果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本来就贴不来假睫毛 说实话 我真的贴不来 我觉得好难受啊 我贴过一次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 更何况我没有场合可以用这个东西啊 对 嗯 好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 Givenchi的唇膏 很小很小很小一只 也很方便携带 1.3克 长这样 它长得还是很可爱的 就它这个壳 你们看得出吧 就是那种黑色的 透明的壳 颜色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嘛 是一个老少皆宜 什么什么 应该什么肤色都能用吧 反正就是一个还 蛮正常的颜色 它有点偏 有一点点就是偏向珊瑚橘的那个颜色 但是我不是很难详细的形容出来 大概颜色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会不会准 大家就勉强看一看吧 好 接下来是一个By Terry的润唇膏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真的 我还蛮热衷于 试用各种各样的润唇膏的 因为我用起来很快吧 它长这样 它其实正装嘛 就是跟海兰之谜一样 是一贯的 我记得 但是呢 它送的小样 是这种包装 我觉得非常好 超方便 还有一个头 就像唇釉一样 直接涂就好了 我觉得这种比较方便一点 对 接下来呢 是一个 那个 这个牌子我念不来 这个牌子好像是念Rodium 给它看一下 这个 就是 它叫不是主打什么蛇毒眼霜 还是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个英国本地牌子 呃 五毫升 然后是一个提拉的精华 然后呢 是一个 这个牌子 我又念不来 我今天是不是很像文王啊 这个牌子 看得出 看得出 我到时候把它们都打在下面 呃 我知道了 太小了 看这个 我拿翻了 我到时候把它们都打在下面 呃 这个牌子呢 就是 是个西班牙牌子 这是间歇 也是那个NB的那个 这牌子送了一个护手霜 然后是那个 就是 如果你网上买没有的两个 一个是一个那个 指甲油 指甲油是 豆 山芋 这算什么啊 山芋 紫 样 这种颜色 我觉得这颜色蛮怪的 不知道上手会不好看 然后送了一个那个 Bubbery的香水 好像是新品 My Burberry Black 这个 瓶子长得很可爱 虽然是个小样 这样子 很可爱吧 上面有一个蝴蝶结 接下来 应该是最后一样了吧 是这个 呃 这个是那个Beauty Blender的 粉铺版 这样子 其实还蛮薄的 就超级超级单薄的 这个可以试试看啦 反正是上妆工具嘛 呃 然后还送了你一包那个 用来洗 Beauty Blender的 呃 就是清洁的那个 液体的清洁剂 应该是叫这个吧 对 好 呃 这些就是 哈尔茨这次送的 所有东西了 我觉得还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东西 都还不错 就是 我都很有 想要用的冲动 所以说如果大家 就是在英国的小伙伴 有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可以从网上买 因为网上有新透白的 呃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啦 我过两天把那个 关于我的五十个问题录掉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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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